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雕刻从古至今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 用来抒发人们对于一件事物的崇拜或者是厌恶之情 也有事件记载的作用发展至今 雕刻聚集之处都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光临的地方 成为了大家讨论艺术感受艺术的圣地 在这里 大家用艺术陶冶情操放下 生活工作的烦恼 感受自己心灵深处的渴望 成为了一种沉默的自我抒发 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分布于各地的雕塑都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这些相似一方面体现在雕刻手法上 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在古文明存在的遗迹中 我们都会发现有浮雕这种雕刻手法的存在 难道这只是一种偶然吗 或者说是因为雕刻手法过于少了的原因 那为什么其他艺术表现形式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各个地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呢 当然了 雕刻手法的相似并不是最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最可疑的是 我们查验许多文献资料 关于不同地区雕刻内容的记载 我们都惊讶地发现 许多地方在很多内容上 都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尽管不是一模一样的 但大体基本没有什么出入 而且不止一处 难道这也是偶然在作怪吗 说到手提包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各种白领 或者是领导级别的人物了吧 他们的手提包里往往放着所谓的商业机密 事关整个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下 许多人都认为手提包是现代特有的产物 其实不然 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 而且不只是在一个文明记载中 首先是伊拉克关于亚素人浮雕中 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手提包的浮雕 而且在附近的 苏美尔文明中 关于一个叫做 安努亚族的神灵部落中 手提包是他们的标配 然后是在美洲的墨西哥 人们也发现了 有手提包的人物浮雕 除此之外 亚美尼亚 印度 埃及 巴比伦 以及中国 都有这些手提包的浮雕 这仅仅是一个偶然吗 难道从古代开始 所有有身份的人 都心有灵犀的 用起了这种手提包 应该不会这么偶然吧 奇怪的地方还不止这些 我们知道自行车发明于1790年 并且在20世纪的时候成为潮流 截至当下 自行车也是许多人出行的交通工具 但如果看浮雕的话 自行车好像并不是18世纪末才出现的 在南美洲的一个古老的神庙里 就出现了自行车的浮雕 而除了自行车外 在古埃及 丹达拉 哈索尔神庙的一处浮雕上 我们还看到 一个描绘着两个奇怪物体的浮雕 在每个物体中都有一条弯曲的蛇 从一朵花里爬出 被封在花上的细长物体里 总体来看 这两个浮雕像是两个巨大的茄子 里面有两条对视的蛇 但是再仔细看看 这不就是两个带有乌丝的灯泡吗 考古学家 爱丽西·冯丹尼肯 在斯芬克斯的眼睛艺术中忍不住说 这一定是古埃及人会使用电灯的证据 无独有偶的是 在这个神庙中 另外一处也有这样一个壁画 和第一幅不一样的是 在这幅壁画中 有一个巨人手里拿着的巨大灯泡 而在灯泡的末端 既然还清晰地雕刻出了一根电线 像不像旁边这个摆满了巴格达电池的灯泡呢 而在埃及众多浮雕中 我们还能发现一些类似宇宙飞船 潜艇还有直升机的雕刻 甚至还在眼前的这幅浮雕中 发现了著名的小灰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两河流域的壁画中 同样也有小灰人的形象 还有眼前这个 左边的像不像原子弹 右边的像不像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 另外在欧洲中世纪的雕塑里 我们还能发现这样一个笔记本浮雕 你可别跟我说这是一本书 谁会把书横过来看呢 并且侧面还有USB插口和耳机插口 然后我们瞬间飞跃到了墨西哥 来看看著名的托尔特克神庙外的石人 仔细看 这些石人的裤兜两边 似乎放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把它放大后 你可能会惊讶 这不是现代人使用的手枪吗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都是出现在古代现代文明科技 并且不止在一个地方的浮雕中有 而是各地都有的 难道古人掌握了时空穿梭的技术 还是另有原因呢 古诗人们对于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 都归结到了神灵身上 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神明 而且每个地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神明 它们都各不相同 比如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它们的神明就与道教有着明显不同 但令人惊奇的是 在各地不同的神明中 都有这样一位背上长着翅膀 手与身体呈K字形 并且拿着手提包 戴着手表样式物体的神灵 我们在古埃及 古秘鲁 古亚美尼亚 南美洲 古印第安 古希腊 甚至在北美原住民浮雕中 都能找到类似的雕塑 为什么彼此相隔数千里 被海洋完全隔绝 无法通讯的古代文化 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描述了 它们的神灵 难道这是思想上的偶然碰撞吗 这未免也过于一致了吧 而且我们还需要了解的一点是 尽管各地神灵不一样 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虚构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见过它们的形象 又如何能如此一致 且准确地雕刻出来呢 如果它们曾经真的存在 那么是不是说明 这个神灵去过每个地方呢 但当时的科技好像不允许吧 不仅如此 古代的壁画和现代的宗教里面的 定基人物都有一些穿越时空的共性 比如眼前这张图 这些神灵的标配 除了我们上述所说的手提包外 还有一个类似于 现代松果一样的果实 这和现代教皇手里拿着的 以及教廷浮雕上的果实几乎一致 这就不仅仅是相隔千里的问题了 而是相隔千年并且还是不同的宗教 结果还出现了相同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巧合吗 暂且不说其分布 就是被各地最高统治者 都将其作为一个最高身份的象征之物 这应该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概率事件了吧 除非有人特意告诉了他们 那么在远古时期会不会真的存在过 这样一个重要的果实呢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东西也透露着 不可思议的一致性 那就是图腾 最早是在埃及佐塞尔阶梯金字塔 中爪哇东部金字塔 以及墨西哥七行以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中 都发现了双手分别各吃一物 人位于中间的图腾 而紧随其后 中国、印度、波斯、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古代、欧洲等不同文明中 都有关于这种图腾的记载 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难道大家的信仰都是一致的吗 到底是谁让大家哪怕跨越万年也要将其记录下来呢 有没有可能远古的人类真的观察到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影像 或者被共同灌输了同一种思想 于是他们通过雕刻的方式将这种思想流传下来了呢 当这种大量存在的集体潜意识跨越上万年共同流传下来时 也许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巧合 考古学家为了揭开背后的真相 通过多年的研究以及走访 各地了解了当地的传说 雕出了一种结论 这些图腾都代表着英雄或者圣贤的灵魂 他们告诉人们一定要掌握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平衡 而一个文明或者种族想要永久发展下去 就要学会这种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 在如今的社会上似乎某些知名的大公司 他们早就明白了如何掌握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平衡 所以从创立公司到如今一直都是顺风顺风 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宇宙观中 他认为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源头诞生出来的 那就是道 但对于道的理解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 就在1980年 一本名为《一的法则》的科幻小说 横空出世 这本书中的信息不仅包含了太阳系前期出现过的战争 地球上曾一度繁荣又忽然消失的远古文明 甚至还认为 现在太阳系的土星上 竟然还存在星际总部 而地球恰恰隶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 后来天文学家在土星上竟然真的发现了文明的迹象 如果《一的法则》可以在数十年前得知土星上可能存在智慧生命 那么书中的其他信息会不会也是真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就在1930年一位名叫唐·埃尔金斯的小伙 出生在美国肯德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 从小天资聪明的他 在多年学习后 先后拿到了机械工程学 哲学和物理学在内的多个硕士学位 更是在路易斯维尔大学主导了12年的科学研究 因此在美国的学界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但这位主流学界的科研人员 却一直有着研究UFO的爱好 甚至为了继续他的研究 他放弃了实验室的高薪工作 转到了愿意支持他的航空公司 并在1955年主导了爱与光研究会的研究内容 而这个名为爱与光的研究 他们研究的内容却是以催眠技术为依托 希望通过催眠逆向推出人类灵魂的秘密 因此从1962年开始 埃尔金斯正式推动起了人体实验 希望利用人体作为接收器 进行外星人联系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还认识了另外两个 志同道合的卡拉·鲁克特和吉姆·麦卡迪 一的法则也正是经过了他们三个的研究而整理成策 据说卡拉从小便有过几次诡异的通灵经历 他加入爱尔金斯一方面是想要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有了卡拉的帮助 爱尔金斯的催眠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 之前很多并不成立的催眠实验 在他的身上竟然被一一实现 而随着实验时间进行的研究越来越久 卡拉对催眠的适应性更是有了飞速的提升 时间来到公元1981年 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处民宅中 三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正在聚精会神的进行一场催眠实验 由于卡拉是他们三个人中最容易进入催眠状态的人 于是他们三个和往常一样将卡拉催眠 此时唐作为一个引导者的身份开始向卡拉提出问题 而吉姆则是一旁的记录人员 但这天的卡拉进入催眠状态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用非常陌生的口吻说 我是RA 我从未通过这个器皿说过话 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 希望这次能够通过这种通讯方式为你们提供一些信息 此刻的现场已经一片寂静 根据吉姆的说法 当时他们也不知道卡拉怎么了 但还没等到他和唐去讨论 卡拉又开口说道 我们是服务于无限造物者的星际联邦 在很久以前就和地球有过接触 我们很愿意和你们谈论任何主题 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卡拉的意识 竟然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与一个远高于人类维度的高等智慧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RA的说法 它并不是一个高级生命体 而是一群由高级智慧的集体意识凝聚成的社会记忆复合体 他们之所以会和唐的小组联系 是因为人类即将从第三密度提升到第四密度 而当小组成员问到关于提升时间时 阿姨说 2011年从这一年开始 地球的振动频率将会开始改变 这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 他们担心人类无法顺利通过 所以他们决定不远万里来到地球 帮助人类渡过难关 而目前他们的基地就在太阳系的土星环上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太阳系里 只有月球和火星可能存在生命 而对于土星上的外星生命的研究 却一无所知 通过这个可以看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的法则中 所提到的内容太过超前 以至于当时有太多的人 只把书中的内容当作故事来看 但就在这本书写成的二三十年后 人们开始发现 土星似乎真的有一些与众不同 公元2009年 国际UFO大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 一名叫罗伯特迪安的人 在会上揭秘了数张 NASA从未公布的任务照片 不但包含了阿姆斯特朗登月 遇见UFO 还有阿波罗12号登月后拍到的巨型UFO 而罗伯特之所以有这些照片 是因为他在1963年时 曾被上级派往欧洲盟军的 最高司令部罗肯古服役 并在那里获得了 北欧最高安全等级许可 这意味着他可以阅读很多 从未公开的资料 在这次会议上 罗伯特除了公开那些照片外 还拿出了土星疑似存在生命的证据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罗伯特爆料的两个月后 旅行者一号就传回了两张 震惊科学界的照片 一张是土星A环附近出现了一个 疑似比月球还要大的物体 它不但可以发光 还能不断的变换位置 对此罗伯特这样描述 另一张是旅行者一号拍摄到的 疑似雪茄型UFO的照片 罗伯特说 这一架UFO的长度至少有3200公里 除此以外 当年旅行者一号还绕到了土星的北极拍摄照片 可当纳萨的专家们将传回的照片拼起来后 却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六边形 起初 专家们认为它是土星上的气候现象 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 直到2004年 当NASA的另一个探测器 抵达土星上空时发现 那个六边形依然存在 这让很多人不敢相信 因为根据实验 就算气候可以形成六边形 也只是短暂的 不可能一直维持一个形状 但土星上的六边形 却维持了24年之久 自古以来 人们都好奇到底是谁创造了世界 而这些好奇的人中 当然也包含了伊德法则的作者们 当年 唐确定卡拉士真的和高等智慧连接后 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关于造物主的问题 尤其是关于人类起源的那一部分 让人听起来不免感到奇幻 阿姨说 其实人类口中的造物主的确存在 但RA他们称他为智能无限 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他 直到很久以前的某一刻 智能无限突然想要体验世界 于是他创造了宇宙 可当宇宙诞生后 因为智能无限只是一股纯粹的意识 而没有躯体 所以无法做到感受 因此他又创造了无数的载体 用来感受世界 比如小到原子分子 大到行星恒星 都是他的一种载体 他会把自己的意识的一小部分 化作无数个小意识 注入到这些载体里 通过他们来感受世界和生命 根据RA的说法 世界的一切都是有意识的 也可以理解成有灵魂的 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 乃至路边石头天上的星星 而他们的意识 也都来自于智能无限 也就是造物主 这与道家中的万物有灵 竟然再次不谋而合 但由于宇宙很大 又存在了各种各样的载体 为了能更好地体验世界 他制定了八个不同的密度 让注入到在体里的这些意识 可以根据相同的法则来体验世界 而最终所有的意识 又都会回到智能无限 然后通过这些回归的意识 来感受世界 根据RA的说法 八个密度中的第一密度 指的是一些基本元素 包含了风 火 水 地 比如原子 石头 金属 都属于第一密度 这些元素可以以不同的形态 静静地观察世界 直到它们有一天可以进化 接着就会来到第二密度 第二密度是有机生命 载体的密度 比如动物 植物 微生物等等 在地球过去的46亿年里 所有的生命都处在了第二密度 直到土星人干预后 地球才出现了第三密度的人类 第三密度的智慧生命 具有自我意识 相传这个阶段会持续75000年 而目前人类正好处在 第三密度向第四密度进化的过程中 在这个阶段会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顺利地进化到第四密度 另一种结果就是毁灭重新来过 第四密度是魔法的密度 如果达到这个密度 就可以成功地打开松果体 实现心灵感应 个体的寿命会提升到9万年 第五密度是一个光与智慧共存的阶段 只有这个阶段的生命 才能称之为拥有智慧 第六密度是光的密度 也是RA它们所处的密度 所以即使它们站在人类面前 我们也无法看见 而帮助其他生命体进化的责任 则落在了第六密度的肩上 第七密度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生命体 它们随时准备进入第八密度 而第八密度则是回归无限 也就是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 但根据它们的说法 这个看似完美的架构 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就是在第三密度之前的意识体 包括现在的人类 和它通过自我修行而进行密度 就连RA的进化 也是当初靠着其他 第六密度智慧的帮助才完成的 不过 当RA们尝试帮助地球时 它们发现 地球似乎比想象中复杂 因为地球上好像同时存在着 好几种不同密度的生命体 根据RA的说法 除了它们以外 地球上还有很多来自火星的灵体 它们被统称为马丁人 曾经它们的科技同样高度发达 并且即将提升到第四密度 但它们却爱好争斗 最终火星上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甚至因为这场战争导致火星的大气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使火星永远也无法居住 在火星灭亡之后 RA他们帮助火星上的一部分灵魂 迁移到地球上 他说这才是地球上的第一批人类 而即使在今天 地球上目前有50%的人口 仍是火星的后裔 这也同时解释了人类为何经过这么多代 科技先进程度都已经相当发达了 还不忘要战争的好战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NASA科学家 在经过多次研究后发现 火星上的确存在过大量的水 直到某个不明原因导致火星大气剥离 使得这些水快速消失 而火星上曾经有水这件事 是在2015年被证实的 土星拍到UFO是2009年被人揭露的 但这些信息一的法则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不过如今很多人认为 虽然这本书名气很大 但书中所描述的都是卡拉和爱尔金斯的一面之词 这让今天的科学界对此还是抱有怀疑 而且爱尔金斯的实验也没有更多的数据可以佐证 因此被不少人认为是伪科学 那么你们认为书中所讲到的内容都是真的吗 说起恐龙大家都知道 在现代科学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在6500万年前 因陨石撞击而在地球上消失的物种 从那以后地球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 直到300到400万年前才出现第一批原始人类 可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可能与恐龙生存在同一时期 甚至恐龙还成了当时人类的坐骑 同时他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你会相信吗 就在公元1961年 秘鲁伊卡省一个叫做奥库卡赫的沙漠中 出土了几块雕刻着人类身影和恐龙轮廓的奇怪石头 并从那以后陆陆续续的从这片沙漠中出土了很多类似的石头 有的石头上甚至还雕刻了不猎恐龙的场景 难道当年的那颗陨石并没有完全灭绝恐龙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是人类无休止的狩猎 才让恐龙真正灭绝的吗 更奇怪的是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有人发现石头上雕刻的壁画 好像是人类在高空利用工具在狩猎恐龙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第一架飞机是1903年发现的 而那个时候恐龙早就不在了 所以有人分析这些石头上雕刻的人和飞机以及工具 描述的可能并非是现代的人类 而是更早的人类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类的家乡可能并非在地球 而是传说中的尼比鲁行球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就在1966年的一天晚上 秘鲁当地一位伊卡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哈维尔卡拉布拉达克亚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诊所加班 就在这时 他的好友菲利克斯带着一块石头来到了哈维尔的办公室 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哈维尔 哈维尔拿过来一看 这块手掌大小的岩石上雕刻着一条非常精美的小鱼 这可不是一般的鱼 而是一种史前的鱼类 看到如此精美的雕刻品 哈维尔见烈欣喜 于是就问 菲利克斯这是哪来的 菲利克斯对他说 大约五六年前开始 市场上就有人贩卖这种上面雕刻着各种图案的石头 这让哈维尔感到十分好奇 于是决定自己前往市场一探究竟 果然来到市场上后 他看到了很多贩卖这种石头的小商贩 于是他打算挑几颗带回家仔细瞧瞧 就在这些小商贩的摊位前挑了又挑 最终他选了三颗刻有羊驼 马和鹿的石头把玩了起来 可当他仔细观察时 这羊驼和马的脚上竟然有五个脚趾 于是哈维尔便开玩笑的说 你们这刻画的也太不专业了 为什么要把马和羊驼的脚上刻上五个脚趾呢 可商贩却回答说 这不是他雕刻的 而是在一处沙漠中挖到的 好奇的哈维尔把目光投向了商贩摆在地上的其他石头 发现除了他手上的这几颗以外 在其他石头竟然还雕刻着恐龙 更夸张的是有一块石头上刻着一个挥舞斧头的人 骑在三角龙的背上 也有一块石头刻着一个人骑在翼龙的背上 还有一块石头刻着一只暴龙在追杀一个人 这让哈维尔非常的难以置信 像刻画上这种人类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场景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哈维尔的说法 在他发现了刻有恐龙的石头后 便开始陆陆续续搜集这些石头开始研究 他也曾经怀疑过这些石头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 才将人类与恐龙雕刻在了一起 但随后这个想法便被自己否定了 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的秘鲁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 外加当时信息传播不像今天这么及时 所以当时秘鲁知道地球上曾经存在过恐龙的人并不多 因此哈维尔认为这些石头不大可能是当地人造假的 于是哈维尔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瓶颈 时间来到1967年 哈维尔将自己搜集来的33颗一卡石 寄给了一个开煤矿的公司朋友 路易斯·霍克希尔德 他的工厂刚好有设备可以鉴定这些石头 果然在经过仪器的检测后 他们在雕刻的线条上发现了一种被天然氧化的铜绿 而这个现象至少要经过8到15年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这块石头绝不是近代的产物 后来在德国的波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经过铜绿测试 以及一些其他的科研方法鉴定后证实 这些石头上的课图最少是500年至几千年以前课上去的 这个结果让哈维尔更加认定 这些石头不简单 于是他将这些石头统称为伊卡石 并将其分门别类 比如有的石头上面雕刻着远古动物 有的则雕刻着太空星系 甚至有的雕刻着史前大陆以及远古发生的大灾难 无论是哪个类别的图案 都能彰显出雕刻者对这个宇宙非比寻常的清晰认知 于是到了1970年4月 哈维尔迫不及待的向当地政府申请 要对奥库卡赫沙漠进行挖掘 可不知道为什么秘鲁政府却在同年的7月16号拒绝了哈维尔的申请 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之前聊过有人曾经在埃及金字塔下面发现了一座地下城的遗址 并向埃及政府提出挖掘申请 同样也是被拒绝了 但不同的是埃及金字塔是被承认客观存在的 当时的政府是考虑到技术不成熟 害怕破坏了金字塔的构造 所以拒绝了申请 但伊卡什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文物 也不存在被破坏完整性 为什么还会被秘鲁政府拒绝呢 被拒绝后的哈维尔非常失落 可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却传出了有考古队伍在终生代地层发现了一具 恐龙海骨和一颗人类盆骨的碎屑 这些证据似乎在证明 恐龙与人类可能共同在地球上生存过 就在2020年 美国一位农民在挖掘土地的过程中 意外挖出了一具化石残骸 于是他立即联系了当地警方 警方赶来后又立刻联系相关专家 随后这些专业人士带着恐龙化石回到了他们的研究所 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石研究后 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霸王龙 不过发现恐龙化石并不惊奇 惊奇的是在这具恐龙化石的头骨上 居然发现了一个疑似子弹孔的痕迹 这个小孔与眼眶并不相同 所以排除恐龙畸形发育的可能 而且这个小孔精准且平滑 只有物体高速通过后才会留下 同时这个位置打得很精准 直接击中了脑部 如果真的是子弹造成的 那么发射这枚子弹的人一定对其进行了瞄准 这只恐龙才会因此被一击致命 研究人员还表示造成这个弹孔的子弹 只有1.5厘米 如果是真的 那么只有现代枪械才能造成 不过这并不能说得通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热兵器枪械最早可追溯到 西元12世纪 中国南宋发明的火枪 在这之后持续不断的引进 才出现了我们现代的精密枪械 而恐龙出现在距今6500万年前 智人银仅在数十万年前出现 人类和恐龙是完全没有重叠过的 但如果在当时没有枪的存在 这个小恐是如何出现的 如果真的存在枪 又是谁射杀了恐龙呢 难道人类真的曾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吗 如果你认为刚刚我们说的就已经很离谱了 那么接下来伊卡什上面的内容 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地球历史的认知 因为哈维尔竟然发现了史前抛妇产的画面 在一颗石头上可以看到一位孕妇 在被一名好像是医生的人 用刀抛开肚子并取出胎儿 在这个过程中 孕妇完全处在麻醉的状态 除此以外还发现了心脏移植的画面 可人类史上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是在1967年 是在这颗伊卡什出现后发生的事情 这也似乎证明了伊卡什并非伪造 更离谱的是 在1967年哈维尔还发现了一颗画有开颅过程的伊卡什 在手术前 医生先用力气划开病人的头部 当头部被成功打开后 医生就会开始治疗 巧合的是 我们之前聊过的在1927年 曾有人在帕拉卡斯山区里 发现的多具长头人骨上 也有做过开颅手术的痕迹 重点是帕拉卡斯半岛与我们今天讲的伊卡什 甚至纳斯卡线条的距离都很近 而在伊卡什上甚至可以找到与纳斯卡线条一模一样的图腾 难道伊卡什与当初射杀恐龙的人 以及纳斯卡线条的创造者 都是那批被做过开颅手术的长头人吗 哈维尔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在他研究伊卡什的早期阶段 有几块让他非常的困惑 比如有两块石头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张地图 但却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差别 于是他想到 会不会是伊卡什的创造者 生活在恐龙时期 当时的地理环境未必与今天相同呢 而根据目前很多学者的说法 在很久以前地球上可能只是一块大陆 直到两亿年前 盘古大陆开始分裂 而这两块伊卡什上表示的 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分裂的大陆 上面除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以外 还描述了姆大陆 亚特兰蒂斯 以及雷姆利亚大陆 除此以外 这两块伊卡什描绘的地图上 还出现了很多星星符号 而这个星星符号在苏美尔文化中 竟然是阿努纳奇的象征 难道这些星星符号是当年 阿努纳奇来到地球后的降落地点吗 最后哈维尔认为 有一批外星人在大约4亿年前 从很遥远的星球来到地球 而这些伊卡什很有可能描绘的 就是他们的世界 也就是阿努纳奇所在的尼比鲁星球 他们来到地球后 为了更好的淘金 不但创造了人类 还除掉了恐龙 可就在他出版了一本名为 《伊卡黑石传函》的书籍后 他在当地不但失去了人们的敬仰 甚至还成为了当地人口中的笑话 因为很多人认为 这些刻石并不能完全证明 人类与恐龙共同存在过 这可能是个骗局 同时伊卡什的小商贩后来承认 这些伊卡什的刻画 是他用牙科医生的钻孔机制造出来的 同时运用石头和牛粪进行烘焙 一边给人制造出历史久远的错觉 但这也很有可能是 他为了躲避秘鲁政府逮捕而说出的谎言 因为在秘鲁出售文物是犯法的 直到如今 伊卡什的刻画是否真实 已经无从得知 那么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部君 我们下期再见